你们知道吗 其实你们看到的特朗普都是化过妆的特朗普 今天来给大家爆一个料 美国的男政客们只要参加竞选 就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 所以他们都会化妆 在很多美国人眼里皮肤有黑 那才叫帅 特朗普就喜欢把自己的皮肤涂成小麦色 每次只要是有公开亮相 那么特朗普一定会给自己涂上粉扑 还有一位喜欢有黑皮肤的是罗姆尼 这张照片他的妆也太浓了吧 那除了有黑的皮肤 大多数男政客在上镜之前都会打粉底 从80岁的老爷爷桑德斯到50岁的卢比奥都不例外 由于这些政客经常会上电视 所以为了让自己的面部看起来不会过于油亮 打粉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还有重要的一步就是面部的阴影修容 德州的议员盖茨曾经有句名言是说 美国的总统其实是由化妆师 发型师和摄像师选出来的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在尼克松和肯尼迪的第一次电视辩论中 肯尼迪就是因为精致的妆容和外形赢得了电视观众的好感 而其实当时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这场辩论的人 其实都认为尼克松更胜一筹 所以在美国自从有了这个电视辩论直播之后 我们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 就是美国的选民都是外贸协会的 而且不仅是在美国 欧洲也一样 比如说法国的小鲜肉总统马克龙 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 他上任三个月内 花了超过三万美元打造自己的妆容 这样一对比全靠自己DIY的特朗普还省了不少钱呢